欢迎桃红 之前的老板的节目你看过没有 算我没说 我们是这样的 因为咱们这个行业 讲究有来言有去语 我问你什么 你怎么也得搭一茬 我搭了 你得往心里去 我说你以前瞧过我们这节目吗 我以后会瞧的 看来是太忙了 说我喝水 我不渴 哪儿我就喝水了 我觉得您比较尴尬 这孩子单纯 我是这么想 这不怎么了 你要死了点 好 没事了 回来吧 这个我想问一下 你是北京人的还是江苏人的 我觉得我是北京人 你觉得你是北京人 但是在哪儿出生的呢 江苏啊 江苏什么地方 无锡 无锡是个好地方 上有天堂 下有无锡 这是一句 你去老话了 就是 每个人都可以对用 是吧 从哪儿来都可以 我在无锡拍过戏 就是你们那个 影视城那儿 他们影视城那儿不归我 不是你的 我以为无锡是归你管 师傅能喝水吧 我不那么尴尬 你没看我跟他正适逐用国语沟通的嘛 给我一口也行 闲着也闲着 聊不到一块我看 没事 他说他的我说我的 家里都挺好的 你很少上节目是吧 是 为什么呢 不爱去 说不过人家 你说不过谁呀 人家 我估计别的节目主持人 人家不跟你这么聊 都坐着一块探讨理想人生 然后哭得个泪着 都知道 法类分别那种最后 你喜欢我们这节目吗 没看过 你太忙了 吃个喝水 来吧 没有这么些个嗝的 没看我跟他正聊天的 这不是啊 今天唐红首次做客 今夜有戏 我们得先说点好听的 我听了这么一个事 我乐得都不行了 就这么一个笑起来 这么灿烂的人 童年时候最大的梦想 竟然是 石破烂 上学的时候 老师都爱问 张三你要干嘛 反正我们班那会儿 科学家居多 对对对 基本上孩子都 吃错料了 都想当科学家 还要当老师 还有一点老师的马屁 对对对 因为在小孩们心目中 这不是一个好工作 你是怎么想的 有这个想法 小的时候 没现在那么交通发达 那个时候 好像家里面 有辆自行车 就不得了了 那会儿结婚的时候 好像自行车 还算陪着呢 对对对 所以你想去 一个很远的地方 好像都是腿着 你要做工期 所以还得要钱 后来我发现 我们那时候话 是赶着马车来的 太自由了 就不要钱 哪儿都能去 这个想法跟别人透露过吗 透露过呀 大伙都羡慕你吗 大家都 抨击了一下 都说别的去了 这想法跟父母提过吗 没敢 没敢说啊 你小时候是一什么样的人 没活明白 不知道自己是谁 小时候也这么爱乐吗 不大爱乐 小时候很内向 主要没看见过自己 不知道 一直想剪破烂 剪快镜子 看看自我怎么样 没成功 这两个人 我没想剪装 谢谢观看